地点一样是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这边所谓的U-Bike 不晓得我们骑过使用率相当的高 在热门的借车的地方常常是一车难求 但是现在有人没有功德心 这是民众直击 有两位少年居然就骑着这U-Bike穿越水池 照片po往后现在骂声不断 而相关单位要揪出这两位没有功德心的少年 虽然U-Bike很方便 但是像这两名少年直接将公用脚踏车骑到水池里 会不会太夸张 照片上可以看到水深及稀 骑车细水的同时 池水已经淹过半个车轮 不止伤害链条花骨或轴沉 未来零件也可能生锈 不知道何时会害到下一个借车的使用者 如果水渗到里面去的话 其实它这个地方 这个灯可能会有掉 对对对 目击者po文询问U-Bike泡水会不会坏 网友读舌回应进水的恐怕不止车子 而在之前也曾经有网友 将U-Bike骑上3000公尺高的武岭 引发踏伐 这回骑到水里却反而无法可罚 如果坏掉的话又要再维修这样有点 浪费钱 对 功德心太不好 自身安全要注意吧 不止没有功德心 这两名少年根本是在玩命 因为两人当自行车道用的希望喷泉 配有80组彩色水灯 入口处大大的警示牌 告诫民众内有高压电 看到这一幕要小心 玩水游玩命的危险动作 千万不要学 记者李嘉慧谭建人台北采访报道